市長副主委署長 麻煩我是不是請署長好不好 市長你一並來好了 因為我原來是要先問理部長 這個幾個概念 我今天的 我今天的 諮詢的主題其實非常明確 我想 可能要先請 市長表達一個立法的意見 或者是再請署長表達意見 現在台灣社會很流行 放聲 到處都在放聲 那麼現在國家公園的放聲情況 署長你有沒有統計過 在國家公園裡面人家放聲 我的朋友居然告訴我說 他好高興喔 跑到陽明山國家公園放什麼東西 我聽了嚇一跳 我說那個是國家公園 他說不想那麼多 反正就找人比較沒的地方去放 所以對國家公園裡面 一大堆的放聲的行為 造成那個自然生態的浩劫 不管是植物或動物 署長你們這個部分有沒有做統計研究 現在是這樣 比較早期 譬如說如果拿陽明山來講 陽明山大屯公園那個池子 就很多 沒有錯 巴西龜啦 對對對 還有鯉魚啦 等等那些來放聲 有這種現象 那我們其實經過幾次的清除 把那個清掉 那清掉 我據我所知現在啊 比較小的這個小朋友其實是有危險 他聞到人的味道全部都走光 所以我我我我現在指了這 因為我本席的選區有陽明山國家公園 是 的範圍 所以我才在從這個地方來看到這個問題 市長目前我們的國家公園法齁 對這個部分沒有禁止規定 對 因為我們本來是在保育的這個部分 對 我們沒有禁止放聲的行為 沒有這樣一個禁止的規定 所以因為這個樣子 因此呢 就算是國家公園檢查大隊抓到的話 或逮到的話 那麼請問 請問市長 是 我們用什麼法律來處理它 哦 報告委員 我們同仁提供資料是說 我們在這個公告公告的禁止 我們在這個公告禁止 對 就是我們國家公園法有第十三條規定 哦你是引用他的第八 對 第八其他的那些事項 其他進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禁止的行為 是是 對 我們就用公告的話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本席明確的主張 下個階段國家公園法立法的話 把這個條文寫清楚 把這個部分 署長你贊不贊成 報告委員當然是可以啦 但是在法裡面 這個會不會有一點從 因為 其實在野動法裡面就有 有這個 有這個規定 那但是 在國家公園法裡面 對野生動物的管理 也是要遵從野動法的 就是領務局那個 野生動物的 那你現在可不可以不用 不依這個 直接依野動法處理 當然也可以 也可以那你們到底現在在處罰人家是依什麼在處罰人家 就是按照公告禁止 是向去處罰一萬二到一萬五 因為我覺得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國家應該有個政策的立法指標啦 還有呢 我想署長你也知道 現在我們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那些迷猫 那些迷猴 哇群起啊 我上次去過都被拉過 衣服都被拉過 現在很多人在餵他 在餵他 那我們在國家公園裡面的這種所謂的生態保育的觀點來講的話 我們要不要對民眾去做禁止餵養的動作 這個在 呃 這也在公告禁止事項 現在在公告禁止事項裡面 對對對 在壽山的公告禁止事項裡面是有 不過公告禁止事項是一回事的 那我們現在當然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他最大的任務就是剛才委員所講的這個迷猴 這個衛死迷猴 所以他們不但是在假日 而平常日都有解說員還有人員警察隊 就在沿途欠指 這勸導 我們是用半年的時間是用勸導 勸導的 那半年以後會開單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準備在第二份要開一個國際研討會 那國際研討會是針對這個迷猴的衛死 還有其實不只壽山 全國對於這個臺灣迷猴數量這麼大 其實在臺北近郊很多步道 其實也有這個現象 都有都有都有這個現象 沒有錯 那香港他們的做法 他是抓一部分 尤其是母猴去結紮 這個是香港的做法 日本的做法是用驅趕的 因為迷猴他有靈異性 你把他趕走 用某一定的辦法把他趕走 一次兩次三次 據日本的研究這個是有效的 那我們在六月份要開一個國際研討會 就針對這件事情 想要把它尋求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那我們會跟高雄市政府 跟這一個 他有一個柴山會 長期在那邊經營的 會來做這件事情 而且是瘦山自然公園 是一個最重要的任務 市長我高雄的朋友講 說你們用驅趕的沒有用 他這麼多年來 他們地方的民眾自己有驅趕過 但是 陳如瑜所講 他領域性很強 而且瘦山自然公園的地形地貌 那一群迷猴太了解了 他甚至比人類還了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那你無處可趕啊 無處可趕嘛 那你說結紮那個方式 有沒有可能做呢 結紮是有可能的 但是現在 成本高不高 成本高不高 成本很高 現在最嚴重就是成本的問題 那是 但這是一個方法 我是說 有很多方法 香港這樣做 日本做法不一樣 然後其他各國 我們是想要 大家參考世界各國 然後大家也 我們在全國的國家公園 是不是全部都禁止餵養動物 全部禁止 全部禁止嘛 我們才全部禁止的概念嘛 是 那最後本席想問的就是 馬告國家公園 我們已經宣布 十年了嘛 今年第十年還超過十年了 我印象大概在 對 就是一年公告 對嘛 那已經超過十年了 那請問我們到底要不要成立 是吧 你從內政部的 的這個職責來講的話 呃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想我們內政部 絕對還是期盼 讓我們這個國家公園 能夠順利的 這不是期盼啦 你如果沒有 有力的動作 有效的動作 去去克服的話 包含去說服 我們反對的委員的話 那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因為其實從 即使到 我們所了解到 九十八年 到九十七年 九十八年 這這最近的話呢 其實我們不理頭 尤其包括我們民建署 葉署長這邊 我們幾次的到地方這些鄉鎮 去跟這些鄉鎮長溝通 那同時也曾經把這個幾個鄉鎮長 都一起 來到在做個座談會都有 屬長 屬長你認為馬告國家公園 在近期內 譬如說近期是指一到兩年 你認為成立的機率高不高 你自己的判斷 我判斷是有機會啦 你判斷有機會是不是 為什麼有機會 因為剛才 呃 陳吉邁委員 還有李靜益委員 還有 呃 邱文維委員 齁 很多委員提出來一個概念 我覺得很好 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馬告國家公園裡面的 經營管理計畫裡面 有一個專章 這個專章就是說 呃 跟原住民之間的共管 那把那個專章拿出來 專人去討論啊 怎麼共管 尤其是在人事 在資源 在很多方面 把它如果談得非常清楚 很多 比如說在考試資格的任用 呃 直系 這一方面 讓他們高度參與 協同管理 對對對 那我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有機會 那當然 去除他們的餘力啦 這個餘力 因為歷史因素 長久以來 我們跟原住民之間的 互相的信任 齁 還沒有那麼成熟 那如果經過 我們專章的討論 對 我是覺得有機會 好 對不起 因為部長到了 我請部長齁 次長你請回 齁 謝謝 呃 部長我剛剛談到那個 馬告國家公園 齁 對 因為你這一方面 你一定有你的想法 跟你的 因為我認為 你來當內政部長 我反而認為對馬告國家公園成立 會比較有幫助 齁 因為你的理念 跟你的理想性格 那請問部長 你自己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想出一些比較特別的方法 來推動他 還真的 因為當然馬告國家公園 我是 片段的有接觸到一些學習啦 但是說整體的這個 這個全貌 我必須坦白說 我還真沒那麼理解 好 沒有關係 我會去了解完以後 我們會做一個專業的 我也希望署長 你按照剛剛所提的方向的推動 最後本集一點點時間齁 就是太魯閣國家公園齁 那個石頭 扎下來傷到遊客的事情 不斷的在偶爾發生或不確定發生 現在路客很多 現在都戴著安全帽去遊園 然後我根據你們所提供的資料 太魯閣國家公園提出的資料 他如果要改善的話 經費要將近38億 可是在這裡面就產生困境 部長你贊不贊成在沒有改善之前 是戴安全帽去欣賞太魯閣的美景 還是乾脆把它禁止 讓它遠觀 而不要進去看 本席的觀點認為 生命無價啦 那尤其是兩岸的觀光這樣在發展 你如果再去抓到人或抓到一群人 我真的不曉得該怎麼來應付這個問題 部長你看吧 我會第一個齁 是 我會請這個NCD 我們會看那個地方的狀況 嚴重到什麼程度 我自己去看 假如真的不是很簡單的工程 可以解決的 我同意委員的看法 我們會來檢討 就乾脆喔 對 署長 我們請署長說一下 我說明一下 短期 現在的作法 因為這個九區洞它有東洞口西洞口 這個中間啊有一個這個我們叫島坑啊 那我們努力去協調交通部公路局 還有這個花蓮的這個大安會報 現在同意 遊客上下是由島坑進去的 那島坑進去就不必曝露在那個 在 室外 在室外那邊 所以現在暫時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在明年的預算 也就是一百零二年的預算 我們要給泰魯閣 就是這一段大概是接近三億的工程會 去這危險這一段 把民隧道一個景觀的民隧道把它做起來 做起來 那做起來就全部解決了 所以全部解決就是說以後都不用戴安全帽了 如果做起來就不必戴了 就不必戴了 對 因為我覺得那是國際觀光的一個笑話 是是是 那個是非常不得已啦 對 那那個三十八億是指 從這個泰魯閣口一直到天翔六條隧道 因為要做民稅道 要做人車分道 讓車子 這個安全的問題 那個是長遠啦 部長我再提醒你一下 在沒有改善之前 目前的措施請不要讓遊客戴安全帽 去做任何的導覽 因為有一個大陸朋友跟我講 他說他以為安全帽是進入工地的 沒有想到在台灣是進入國際觀光聖地 人家講這個話本身是有諷刺的意思啦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國家形象 或對我們泰魯閣國家公園 對我們整體的台灣形象 其實我認為也不好 所以你可不可以承諾說 在沒有解決之前 不要用戴安全帽的方式 開放給遊客進去 可不可以 署長 這個這個是有困難 但我們盡量的 因為這跟花蓮 觀光業者 旅遊業者 還有這個花蓮縣政府大安慰報 好 我時間到了 抱歉主席站下 我就會提醒 只要在這段時間當中 有發生任何狀況 人家提起國家賠償 他會變成有正當性 我要提醒部長跟署長 謝謝 謝謝